大家好,那么最新得到的消息,字节跳动和微软的谈判终止了现在,并不是说作废,只是终止。 因为什么呢?双方要弄清楚白宫的立场才能进行交易,双方这个条件已经谈成了。 但是为什么现在不进行交易了?因为白宫的态度现在还没有弄清楚。 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的,说特朗普表示反对由一家美国公司收购TikTok美国业务。 就是说由一家收购,特朗普觉得不安全,他可能要变成两家,那这样由微软一家收购,特朗普觉得不踏实。 所以这个交易也可能不能完成。 微软已经暂停了与字节跳动关于收购TikTok美国业务的谈判,报道成双方谈判并未因此终止,两家公司正在努力弄清楚白宫的立场。 就是说两家交易完以后,如果白宫还是对这个不满意,由你一家,微软一家收购,那我还是要制裁TikTok,那这个交易不白交易吗? 所以双方要真正弄明白,美国川普总统到底是怎么想的。 如果说两家一起收购,那就可以了,我不制裁TikTok了,业务可以发展正常的了,他们在进行交易,是这个意思。 那可以看到啊,就是美国白宫啊,现在成为一个场外的人了。 场外人,白宫想让怎么交易,就怎么交易。 我觉得川普的这个家族企业是不是也想加入啊,那简直就是最大的政治丑闻啊,美国。 但川普也不会那么傻,他肯定是在里边安排安排自己啊,中意的一个企业。 华尔街日报说啊,这个微软与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出售,其美国业务进行了高层会谈,但特朗普周五却表示反对该交易。 报道称,特朗普周五告诉自己人,他更希望啊,禁止这个TikTok,而不支持其业务出售。 这让微软与字节跳动的收购啊,陷入僵局。 一位消息人说告诉华尔街日报啊,说特朗普的反对态度让这两家公司感到惊讶。 就我卖给美国企业,卖给微软了,特朗普还是不满意。 我要禁止你,禁止你不行,我要让你卖到两家美国企业,不能光卖给一家,不能卖给微软。 我讨厌微软。 另外已经知名人士啊,称啊,此前白宫似乎啊,希望TikTok能被美国人拥有。 目前两家公司正在努力弄清白宫的立场,对吧? 确实啊,这个美国这些交易本来是一个商业行为,看利益双方谈就行了。 但是现在政治加进了以后啊,你就得看美国白宫的意思。 就我交易完了,你还要禁止我,那我交易它干嘛呢?是不是? 那这个是交易就作废了。 所以现在啊,双方虽然谈妥了条件,但是呢,美国白宫的立场现在没有表态。 到底是全面禁止,还是说卖给美国人就可以,还是说卖给必须卖给两家美国人,有两家一起来控制。 现在成为一个政治事件啊,这个商业问题成为政治事件。 我觉得这个也代表了美国的,美国的价值,美国的这个,基本上美国的这种自由市场经济啊,不存在,全是由政府控制。 此前美国媒体报道啊,特朗普由于在当地之间周五表示啊,将动用他身为美国总统的权力,封杀由中国公司字节跳动开发,并在美国广受年轻人喜爱的这个TikTok。 特朗普的反对声啊,发出后啊,TikTok做出更多让步,包括同意在未来三年,美国增加达到一万个岗位的,但目前啊,尚不清楚这些举措能否让特朗普改变立场。 此外啊,特朗普还宣称,要颁布行政命令,封禁TikTok。 那TikTok这个美国总经理叫瓦尼莎帕帕斯啊,8月1号在推特上回应,TikTok将在美国长期运营,哪里也不打算去,并计划在美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。 针对美国政府将完全,将完成针对TikTok所谓国家安全审查。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呢,汪文明7月30号,外交部发布记者会上也表示,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在依法合规的基础上,开展对外经济合作。 美方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,对中国企业做有罪推定,并发出威胁,暴露了美方所谓维护公平自由的虚伪。 违反了世界贸易,世贸组织开放透明,非歧视原则,不利于美国民众和美国企业利益。 我觉得这个说的就非常清楚了,这个商业事件现在变成政策事件。 而商业的交易要等美国这些政客来决定,最后的商业。 我觉得这个将会对美国整个的社会体系,商业信誉完全是一个打击。 以后美国这些大企业交易,要看白宫的脸色,而不是商人之间正常交易。 有时候你说吧,说这个东西,美国是完全自由的,完全脱离政治,自由市场经济。 我告诉你,从这个TikTok这个案件可以看到,从此以后,美国不再是自由市场经济。 美国是由政治挂帅的,政治领军的,政治说了算的,是有倾向性的。 那以后不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,能不能发挥它自己的作用? 能不能引领人类的灯塔?不知道,能不能普照大地?我也不知道。 现在大家等吧,就是两个结果嘛,如果是完全封禁,那这个交易就终结。 既然你要封禁我,那我就不在美国经营了,在美国以外。 那你微软和TikTok没必要交易了,就朝一处终结了。 如果不封禁,有条件,可以在美国,那就什么,按川普的意思嘛,要么微软一家持有股份,那就正常,双方就签协议,卖给微软就行了。 如果是要两家,那就看川普或者白宫,找哪一家,带着我玩,一起挣钱。 这个我觉得,有的时候你说美国没有腐败吗?美国政治是那么清廉吗? 哎呀,人类的灯塔吗?我不觉得。 咱们看看川普第二家要求跟谁。 现在我得到的消息呢,包括俄罗斯啊,俄罗斯的这个很多投资基金啊,这种经理啊,都飞到美国了,都飞到,冒着疫情也去了,还有中东的一些经理,基金经理啊,也去了。 TikTok大家知道,这个字节跳动背后的资金呢,不是,不光是中国的,还有俄罗斯的,还有中东一些。 南美洲也有一些,所以可以看到,这次的收购,这次的交易,轰动全球啊,因为这些大财阀吧,这些投资基金,他们都是要参与里边的交易,对吧,你把中国人提出去,那其他人,他们的股份重新来分配。 现在啊,你看我视频这一刻,所有人都在精打细算,都在算自己的利益呢,这就好比啊,这个白宫里边开始拿起算盘,啪达啪达,再在打仗啊,打这个计算器,算这个仗,啪达啪达算。 各自在算各自的利益啊,你可以看到啊,这明明是一次这个经济问题,变成了一次政治事件啊,政治人物开始算起了,拿起了算盘,开始计算。 各个这个财阀吧,这各个各种这个基金啊,国际上这种投资基金,也要算啊,算,把中国人撵出去了,那我们是不是,后续我们的这个股权到底谁占大头啊? 哎呀,我觉得这是一次分赃啊,对中国企业的分赃。 我觉得所有中国人啊,要记住这一刻,你未来二十年,三十年以后,如果你能影响到美国经济,影响到美国的企业,你要把今天记住了。 曾经啊,是不是2020年这么一天,一个中国企业被这些西方的被美国人肢解掉了,直接就拿着牌一块一块一块割肉吃。 我觉得咱们中国人要记住这一天啊,然后啊,未来有一天,如果你啊,你很牛逼了,你可以啊,直接美国的公司,我觉得你啊,要回想起这一天。 所以美国人呢,已经放弃了独立自由的这种观念,完全变政治化,又得罪了中国。 美国已经不是在像以前啊,想象中的这种美国了,完全靠自由,市场经济了,已经变成一种意识形态。 我觉得美国是进入了这个一种文革模式,麦卡锡主义文革模式。 这样对美国到底是好还是坏,我不知道,个人有个人的判断。 今天从这个事情上,我可以告诉大家,不管这个交易终结还是不终结,到底是卖给微软还不卖给微软。 美国已经不是以前的美国了,美国的交易由白宫来定,由总统来定,由美国这些存在着意识形态的人来定。 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今天说的话,美国已经不是过去的美国了。 自由的市场经济在美国不存在。